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博士 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很快 过年快到了 首先在这边先公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脸愈患 因为在下一场再演讲说 应该是过年以后的事情 那么红金培文教基金会 各位应该知道已经有十年的历史 这个基金会平常演讲 现在在各地各行各 尤其我们新闻媒体方面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也非常的看好 为什么 因为红博士他们在办这个活动 都不收门票不说什么 而且他自己所有的经会 都是自己也不要求政府的补助 因为所有也因而政府 对他们这个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器重 那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 大家有四场的演讲 那这四场演讲坦白讲 都是对我们死衣住行啊 我们的生活 我们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明天的医疗什么 那每次医疗都大客 所以说各位如果有空的话 希望说 也非常的希望各位 在这个每个月 第二个月的市场 都能够来听他们的那个 听红金培文教基金会所 做起办的各项演讲 那红博士个人 我想在座很多都是老面孔 他所办的各项活动 我实际上讲 真是这种人真是很少看到 我有时候骂他阿孟林 自掏腰包 每天发个七八百万 来办这个活动 不求什么 他只求说对社会能够贡献 他一点点的力量 其实不是一点点 各位想想看 现在的那个外面 你看媒体外面 我们每天看电视 孩子杀爸爸妈妈 很多那种无面的新闻 但是如果多多听听他们 从兵杰文教基金所办的活动 我想各位每个人的思想 每个人的机制 每个人都非常非常好 那介绍在这边 我先来介绍我们的主讲人 红卫博士的协力 他是加拿大波拉各大学 政治外交学的博士 他的精力是 加拿大波拉各大学 政治外交学 及中国理文学讲师 东地市关系企业 总经理执行民宿 管理处的副处长 太平洋电缆 国文有限公司 董事长执行民宿 华美关系企业 董事长助理 来来香哥离达大 大环店总经理的特别助理 保隆职业 国文有限公司 总经理执行民宿 大通腾越加气 国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大通国际 国际国文有限公司 资深副总经理 喜神摄影礼 国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长古建设 国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台湾区佳季工业 同业公会的顾问 台湾省研究 关系员工信念委员会的委员 会员整体规划 国文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员公关 国文有限公司 国文有限公司 会员形象 塑造国文有限公司 总经理 会横气管 国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宣任 会桥整体设计 国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台湾拉链工业 同业公会 隆一种顾问 台湾三报名义发行人 民众日报首席社务顾问 独家报导杂志社的社务顾问 中国农民福利协会 护理市长 中华民主族群融合促进协会的首席顾问 台湾文经科技及健康观观协会的顾问 癌症副主席 新加坡的荣誉顾问 财团华人 洪金培文教基金会 助会董事兼秘书长 财团华人 博仲文教基金会 民意董事 财团华人 谢喜英文教基金会 财团华人 财团华人 藏股文教基金会的顾问 他曾经获得 2010年第四季 国家农业精英的楷模 你看有刚才 我单单念这个就念这么长 可见洪博士在企业方面 真是 他耗着 他自 外面都称到企业博士 真是 兵自如归 那最重要 各位 还是点老去 老话一句 有空 都来听您演讲 还有 刚才洪博士 也介绍报社的事情 以后 各位如果在媒体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也请打电话给我 没有关系 我的电话很简单 你各位在西文言论 去买一份报纸 看到北部 北部 北部的话 那么就有我们报纸的电话 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掌声欢迎黄博士 因为 黄博士要去看他的岳母 所以 我们待会儿就要离 他先离开 那我们掌声恭送 那个 我想还是做一个 开始以前做个演讲的预告 今天下午 请国际名舞蹈家 许芳怡小姐来演讲 明天早上 张国华世界的名医 国际讲脊椎健康快乐人生 欢迎在座的朋友 您有时间来听 前面跟大家报告了 因为我的演讲特色就是 先讲一些案例 范例 然后讲辞职内容 那 请各位一定要把我今天讲的 好好的听清楚 因为我不是一个理论派 我是非常务实了 像前面我范围里面 我会讲股票 我会讲邮票 我会讲书画 其实各位一定要听清楚 我自己投资台湾 四百党 四百党 最好的股票 这个都是我的现身说法 我今天跟大家报告的 都是我投资进去的 各位你相信吗 我每一 就是每一股我赚十块钱 你们难以想象 你们难以想象 我从来不告诉人家什么名牌 没有什么名牌的 都是从基本面开始 什么名牌啊 我从来不跟你讲你要投拿 你要投资哪几档股票 但是今天 我等于说有一点 谢命 谢我自己的命 告诉大家 你们要听清楚 每一档股票啊 那我今天讲的范例啊 我举的国内七十家最好的股票 他的特色台里有跟大家报告啊 不是说宏达电或者鸿海 你一两百块钱的股票 你的货率率只有我讲每年的配息配股啊 配息配股啊 只有两块钱或者三块钱 那我绝对不投资 我跟大家报告 我下面讲的这七十档股票 全部都是在五十块以下 五十块以下 但是他获利率要三块钱 那当然值得投资啊 他们讲很多股票有一百元 一百块的 一百五十块的 他的股息股利可能只有五块 对不起 我就不投资 我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有的股票 有两块钱的 有一块钱的 那有的股票 我跟大家报告这里面 三十块的 他可以配股配息 有三块钱的 那当然值得投资啊 但是我全部都是从基本面 我也不报名牌跟大家报告 请你们把我的话要听清楚 今天你们一定要写下来 这些股票值得你们去投资 当然我这个投资是讲前年的 因为今年 今年就是配去年的嘛 那个资料还没有完整出来 因为刚刚才月初嘛 所以跟大家报告的就是 第一打我要跟大家报告 大统一 他是食品 他是统一的关系企业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我讲的这些全部都是五十块左右的 甚至五十块以下的 他的获利率 配现金 或者配股利 都是三块钱以上的 那才值得我们去投资 那我给 我不是一个理论派啊 这些钢单 报告的全部都在投资 并且现在已经涨了十块 二十块的我还不要卖 我举个例子 台硕是吧 我准备他涨半一百块钱以下 一百块钱以上 我买进的时候可能只有五十块 各位想一股赚多少 一股已经赚五十块了 因为我看好未来的传统产业啊 会有前途的 那我刚跟大家报告的大统一 就是做食品的 第二个台湾橡胶 就台硕四保 但是我没有把蓝牙列进去 为什么 台硕四保我直接列了 台湾塑胶 台硕四保里面我只讲了三保 蓝牙我没有放进去 为什么 我认为他的获利率 没有达到我三块钱 现在我只有七十几块而已啊 他上一块很难 台硕四保里面的台湾塑胶 台湾画签 台湾实话到一百块 轻而易举 现在已经九十八左右了 我已经放在那边 已经放了一年了 我就等他到一百块 我才会出脱 各位想看 你五十块买进的话 你现在是赚五十块 都是铁的事实啊 我不报名牌 我给大家报告啊 都是我投资的 你不只赚十块啊 你赚了五十块 这个很重要 各位听清楚 因为今天你们全部都要来听 如何有力投资嘛 第二个 台湾画签 也是要台画 台湾画 台湾实话 台硕实话 台硕实话 台硕实话里面 我只列了三保 南亚我并没有列进去 为什么 我认为他的获利率 没有前面这三家好 他的股票也不过大概 在七十八到八十之间 我前面跟大家报告的 台湾塑胶 台湾画签 台湾实话 已经到达大概九十八了 很快会多 各位可以看 这是你的眼光啊 我从来不跟人家谈这些的 那当然值得投资吧 你玩巨洋实验 各位想想看 一个做成一的 能够做的这样的好 我买件的时候 大概巨洋大概也差不多五十块 现在已经到达八十了 各位想想看 一个仿制股啊 能够做成这样子 当然值得 我们去投资 另外 李长龙化工 化工 李长龙化工 另外 上伪企业 我刚跟大家报告的 李长龙化工 上伪企业 一个化学的 都是三块钱以上的 当然值得我们投资嘛 另外 台湾橡胶 现在已经到达七十几块了 我跟大家报告 我六十几块就已经卖出了 因为我已经赚了二十块 现在还一直往上涨 另外 新融权 也是上汇公司做相交的 也是一股 三块钱以上的 另外台积电 台积电是一个非常好的股票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投资它已经八年了 我都是逢低接 我都是逢低接 大概五十块左右 我接 现在台积电已经到达七十几块 我不要卖 我是看上它会到九十块 另外广大电了 我想这个在电子里面 台积电广大 也是做得非常好 另外中华电信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中华电信 我不知道八十块 绝对不会卖出 因为它已经 它另外 要减支嘛 要减支 那我个人看上中华电信 可能可能 减支以后 可能最起码会超过 八十块钱以上 另外 连洋科技 这张股票 我每年都进连洋 都是差不多在五十块钱左右 另外 另外 台湾大哥大 也是一样 最好的股票 在电信业里面 台湾大哥大 做得非常好 另外 中强光电 中强光电 这些股票我都已经 每年都是 这些都是我优先投资的 中强光电 另外 玉富电子 玉富电子 另外博大科技 博大科技跟他 我跟他缠了半年 我衣服要赚他二十块 我跟他缠了半年 我一直在等 我就卖出了几张 算是他的高点 另外 远传电信 远传 也是做得非常好 电信里面跟大家 包括台湾大哥大 远传 都是获利率三块钱以上的 另外 尚服全球科技 尚服全球科技 都是我刚跟他报告 都是 好 古希古利 都是三块钱以上的 另外生老国技 神尚科技做一个 所谓手机的贩卖 神尚科技只做手机的贩卖 但是他获利率还是很高 另外 尾创 尾创自通 这个在电脑里面也是 但是 我也是跟大家报告一下 等了他差不多两年了 一直上不来 一直上不来 那我刚刚跟大家报告 我的投资标的很简单 每一股最少 每一股最少要赚他十块 那我一定是逢地界嘛 但是逢高我不像 很多人赚一块钱两块钱 他也出错了 对不起啊 我一定要赚十块钱以上 不然我就放在那边 那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啊 当然一般的投资人 可能没有办法像这样 你口袋够不够深啊 口袋不够深没有用啊 你说逢地界每个人都会逢地界 递到什么程度 像毕翔 有一家做 这个电动车的 医疗的电动车 他现在已经不只做医疗电动车 也做电动的 这个脚踏车 摩托车 他现在做汽车了 做汽车了 这家股票我曾经在 42块的时候买进 我87块的出托 我42块买进 87块我出托 我跟他董事长总经理都是好朋友 这家公司非常有职业道德的 我记得他们在行销欧洲的时候 厂商要他赔大概四五亿台币 他们董事长对外宣布 那个是我我们个人出了 不是公司出啊 他们说我个人出 那这样的公司当然只在投资 他们现在发展电动汽车 各位想想看 厉不厉害 发展电动汽车 另外广民光电 广民光电 这个也是广大的过渡 关系企业 台湾港建 台湾港建 这个都是获利利五块钱以上的 台湾金山 台湾金山 各位好好把它写下来 另外 红基 我进的时候红基大概是五十 五十多块 现在已经涨到大概七十多块 我准备它还涨到九十块以上 我才会卖 我已经 它今年的股心跟股利 我已经配了大概三块多 我舍不得卖 我这个都是 我个人的隐私的提供给大家 全部都是我投资的 我才敢讲这个话 另外飞红科技 飞红科技 都是一样 三块钱以上的 然后 坤银器也 坤银 另外还有家人 做交相机的 都是我刚刚跟大家报 都是获利三块钱以上的 另外聚入国际 聚入国际 聚入国际 我已经 我已经 上升到我买进的时候二十块钱 我还舍不得买 我准备赚它一股 要三十块 另外日电帽 日电帽 还有有通资讯 有通资讯 还有禁国实业 禁国实业 还有 利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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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华金科技 华金科技 还有 龙城 龙城 电讯 龙城 龙城 电讯 还有 松焊科技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这些股票 我已经最少投资五年以上了 每年都是逢低金 逢低借 什么叫逢低借 就是我准备要他的除息除全 所以我每年的四月到九月是我最忙的时候 我几乎都不能出国 那时候就是我买进的时候 我买进 我就放在那边 等着他除息除全 不过将来有个问题也来了 我们健保制度啊 把你改变了 好啊 鼓起鼓力就要 给你磕睡了 不过那个不是问题了啊 本来多缴一点 所以有什么关系 另外 原钢科技 原钢科技 还有全货电子 全货电子 做得很好 都是三万钱以上的 另外 生态科技 生态科技 还有 和生堂 这种股票我都是 买了五六年的 当然 五六年就是我刚跟大家的 符合我那个卖出的标准 我是逢低界 我要赚到十块钱到五十块钱 那有的股票 我得说台数的四宝 我已经看上了可以赚五十块 我为什么要买出 我就等 现在已经到九十八九十七了 一百块不是梦啊 很快就来了 一百块不是梦很快就来了 另外 益胜工业 益胜工业 还有更新工业 更新电子 更新 还有良维科技 良维科技 瑞宜光电 这些股票我都 五六年 买进或者卖出 都是很好的股票 另外细品经历 细品 细品我认为它涨的不够 不够多 我一直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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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台湾两得 获利率都是三块钱以上 另外四位航运 四位航运 航运股 你们做得非常好 差不多配股五块钱 然后新兴航运 新兴航运 另外中国航运 中国航运 真是一张 一个好的股票 中国航运公司 我跟他董事长非常熟 非常熟 然后玉民行业 远东的关系企 每年大概都是四五块钱 然后建筑业 新复发建设 已经到他大概有 好像八十了 我五十几块买进了嘛 我就要等他 这一档股票 我一股要赚他三十块 新复发 另外鸿蒲建设 鸿蒲建设 都是一样 非常好的股票 然后华固建设 华固 各位可以看到 华固所盖的房子 真的 下下举 华固非常赚钱 非常赚钱 另外信义房屋 幸福房屋 我刚才董事长也是好朋友 幸福房屋 可以说房仲业 你们做的最好的 大概一股的获利 大概也是五块钱左右了 但是他没有涨了很多 目前大概 只涨了我买进的时候五块钱 所以我不准备卖出 我准备他涨到八十块的时候 另外远雄建设 也是做得非常好 远雄建设 我刚跟大家报告的 都是五十块左右买进的 准备在八十块九十块 我才准备要卖出 另外根基营造 根基营造 也做得非常好 那电机业里面的秦美 电机店秦美 另外大翼交通工具 做一个汽车的领主舰 跟我想想看 能够做得这么好 大翼 大翼我已经好几次买进卖出 买进卖出 大概大翼的部分 每一股可以赚到大概三十块 那信景 信景 那是上汇公司 信景企业 也是做积电的 然后大翼有限电视台 你看我们今天来的 联维保育 他们一直要想让他的股票 是上汇 那大翼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大翼光电 大翼有限电视台 一股货率大概也是四块到五块 我是一定要赚十块钱以上 甚至于十五块 因为我可以根据 每次他们的那个所谓的不同点 他随时都在长 另外美利达公园 美利达公园 做脚踏车的 能够做得这么好 另外太平事业 太平事业 还有中联资源 中联资源 资源 另外中心保全 中心保全 可以是保全院里面做得最好的 也最赚钱的 保全 另外百略 医学科技 百略 我这一股 这张股票 每一股我已经 已经赚过二十五块钱了 五顶生物科技 五顶 做得非常好 这是生物科技 另外和泰汽车 和泰汽车 好几家 另外有一家 育农的关系企业 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列上去 因为他可能也赚了三四块钱 但是他股票是一百块 我就不要了 我就不要了 对五十块我才要 你要赚三块钱到六块钱 我要 你超过 九十块 你赚了五六块钱 我不要 我不要 另外 凤凰旅行社 各位想想看 作为一个观光事业 当然啊 未来是彭博发展啊 所以凤凰旅行社的股票一直都在涨 另外 新光产物保险 都是三块钱以上 好 我跟大家报告 前面我讲的这些案例啊 都不是理论派啊 我已经投资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了 本来我根本不跟人家讲的 这次因为要讲到 如何做有利的投资嘛 我才讲 并且是我现身说法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我现身说法 都是在五十块钱左右的 每年的配息都是三块到六块的 再讲一遍 都是五十块左右的 配息都是三块到七块了 我只能讲三块到七块的 当然值得我们投资 你要超过五十块 六十块我还勉强可以接受 到一百块以上我连考虑都不考虑 因为我觉得不值得 鸿海各位都知道吗 我只有在五十二块的时候进了一些 我知道不能再低了 但是鸿海我认为他的配股配息 太低了 配股配息太低了 你不要看那个电视上的名嘴啊 你听他讲的天花乱坠啊 他是害死人的 什么有的人投资鸿海 十年二十年赚了几十亿 没有说鸿海我去演讲最起码 刚刚他是小公司我去演讲几十场的演讲 我对鸿海比任何人都了解 但是鸿海除了他那个五十二块 这时候我又投资一些以外 我不会投资 因为他的股息股利没有达到我的标准 只有两块多钱 我容易不值得 如果到达一百块以上的话 我觉得不值得 好吧 那我前面跟讲这些范例 那我下面 在实质内容上再跟大家做报告 因为这个范例太多了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 第二个来讲邮票 邮票 跟大家报告非常值得投资啊 第一个 邮票的综合排名 综合排名 这个都是我向专家请教 我访问了好几个机油社 所谓综合排名 在全世界我把它列成十大 第一个就是中国邮票 等一下你们都知道 那个获利率之高你难以想象 第二个法国 这个邮票不只说 它的设计它各方面要很精美 第三个就是瑞士 我想邮票 第五个就是泰国 泰国 你们难以想象邮票 泰国的邮票很不错 列明第五啊 另外新加坡 新加坡的邮票 另外日本的邮票 第八 西班牙的邮票 第九 荷兰的邮票 第十 葡萄邮票 我跟这个 油公司我们去讨论的时候 我说奇怪 美国加拿大 都没有列进去啊 这个世界的超强啊 摩西哥啊 他说那个股票 不不 那个邮票 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好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这十党 是重灌面来看 另外 中国邮票 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列明第一嘛 我去十个 值得大家来投资的 第一个金猴 各位都知道吗 它的金猴发行量是五百万枚 各位知道吗 它现在 卖多少钱 一枚要一万一千块钱 人民币 一枚哦 它现在卖一万一千块钱人民币 你想可不可怕 第二个 梅方 梅兰方小全章 它发行只有两万枚 它的一枚现在要卖到十五万的人民币 各位想可不可怕 一枚要卖到十五万的人民币 第三个 牡丹小全章 它发行只有四万枚 它现在卖到一枚 一枚多少钱 要三万块钱的人民币 第四 文革大全套 文革是 它发行邮票 只发行了两百九十万套 它现在一套要卖十万块 十万多的人民币 第五 全国三合一片红 全国三合一片红 它只有发行 三千枚 未发行 没有正式发行 三千枚在外面流通 各位知道它一枚要卖多少钱 要卖一百万 人民币以上 什么叫未发行 什么叫未发行 就是在邮票在推出来以前 它会寄给有关单位 要他们评鉴一下 只有三千枚 根本没有正式发行 它这套邮票 现在一枚就要卖一百万以上 编号大全套 它只发行一百二十万枚 一百二十万套 一套现在要卖两万块钱 另外 2003小版二十六全 它只发行四十万套 它现在一套要卖七千多块钱的人民币 还有建国十五年小全章 它只发行三万枚 它一枚现在要卖三万块钱的人民币 另外 中美小版上 它只发行两万七千套 它每一套要买一万一千块钱 最后来谈 从小科技科学 小全章 它要卖到 它只发行十万枚 它现在卖一万九千块钱一枚 好 各位 你注意到要听了没有 这个邮票 它的增值有多厉害 你只要放个三年五年十年 那比股票强太多了 数十倍 数百倍的价格 就是你要有眼光 坦白讲我从来没有投资过邮票 为了这一次这个演讲 我特别跟很多油物公司啊 去请议 我外行嘛 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我跟大家报告 都是他们专家中的专家告诉我的 还举着这些案例 那现在跟大家报告 书画 我举个例子 我们请李其旺 欧豪联赛在这里演讲 李其旺 当场你画了一幅画 全开的 所以送给我们基金会 后来我一问啊 他画了这幅画 各位知道你值多少钱吗 值一百万台币 哦 我现在还真担心呢 我这个基金会啊 光是画这些书画 欧豪联合一百万啦 我不知道啊 过去没有这个行情 他画了一个全开的 就在这里 说送给我们基金会 因为他都是我基金会 民意董事嘛 我从来不要人家送给我们画 但是我们基金会 本来就有很多 很多画了 你们千万不要讲出去啊 到这些招小时候 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不得了 光是欧豪联 当场画的这幅画 全开的一百万台币 我们对面就是 专门做表画的公司 全是台湾最大的表画公司 他跟我讲 洪博士你知道吗 欧豪联这幅画值一百万美金 我们在一个市场就在现场 很多人都要 你要他不给你啊 他最后就写 送给基金会永存 那我们也不会卖掉啊 对我就放在里面嘛 挂在我们那个客厅 各位说说看 那个书画有多值钱啊 那好 我书画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是一个是近代的书画 一个是古代的书画 我举几个案例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张大千 第二个傅行雨 第三个去背后 第四个黄军碧 这都是客客有名的啊 第五个齐白石 第六个陈世法 第七无作人 第八康有为 我讲这是书跟画啊 然后第九台静龙 第十郭摩朗 我刚刚讲前面的十位的书画 都是书画店要来收集的 尤其张大千 非常值钱啊 这些人 一个是近代的 那古代是什么 石涛 左宗棠 正板桥 张内图 林哲曲 李鸿章 丑音 甜度 高齐配 陈志 其实不管现代的也好 古代的也好 都可以列五十家到一百家 但是因为今天篇幅有限嘛 我只能简单的跟大家 先讲一些范例啊 那我并没有把什么 房地产啊 公债啊 提货啊 这些 范例告诉大家 尤其啊 我跟大家报告 我为了这个基金的事情 我向很多单位请教 请他们列名 前十 跟前二十 他们都没人要列 他说这个好像政府有规定啊 说你不能公开讲 他说你自己上网站上去查 查到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啊 我说我们又不是要去 要赚钱什么的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要来 如何来投资嘛 给大家报告一下 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 投资没有稳赚不赔的 投资谁说有一定要赚钱的 我给大家报告我股票 有好几张股票已经放了五年了 我没有卖出去啊 我就准备我的价位我才要卖 这不是 投资不是说稳赚不赔 投资也可能赔啊 所以他们说 这个基金部分啊 他们不提供我们讯息 那我自己对基金也不是很了解 我给大家报告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他赚钱赔本啊 要股票我可以看 五年的投资报酬率 五年了 我有五台PDA 跟你们难以想象 我有五台PDA啊 我随时都在看啊 因为电脑太大了 戴起来不方便了 我有五台PDA 他妈到处戴 随时在看 我要看五年 你的投资报酬率 那我才要出手啊 这点都很重要 所以在时代也在变 环境也在变 如何在大环境的边迁中 配合各种因素去做 最有利的投资 就是要趋吉避凶 以达成获利的目标 我自己获利的目标 就是十块钱以上 不是一张啊 一股啊 一张是一千股啊 那你自己总是有获利的目标 我看很多的 像我们在罗斯福路 海滨东路口 一个欧巴桑 卖衣服的欧巴桑 他告诉我 洪教授啊 我赚一块钱我就要卖出了 他赚一块钱他就卖出了 很好嘛 你赚钱就卖啊 有什么不好 每个人每个人 投资标的不一样 随时要赚十块钱 没有人告诉你要赚十块钱 你赚一两块钱就很多了 但是 任何一种理财的方法或者工具 都需要事前深入了解 并审慎规划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我投资这三十八档股票 每档股票 全部都是事先规划的 我看他五年的投资报酬率 他的营业额 他的获利率 然后他的什么 配息配股 这很重要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一个基本的理论是什么 当你的营业额增加 你的获利率增加 你股票当然涨嘛 怎么会不涨 当你的股票 营业额降低 你的获利率降低 你的股票当然跌嘛 这是天津第一的事情啦 所以告诉你股票一定要涨 一定要跌 完全从他的基本面 没有说人为操作 我们昨天晚上 吃一家公司的尾牙 就有人谈到唐峰这一档股票 从二三十块钱涨到三百多块钱 涨二三十个涨停板 你们难以想象 唐峰在五十二块的时候我就卖出了 卖出是什么时间 当他的要配息配股的时候 我看到怎么配息配股 连续三天到五天每天涨停板 马上我就停了 马上卖 我连配息配股我都不要 因为这股票已经不正常了 三十几块你说配股 两块多还值得啊 当然当你涨到五十块钱以上 两块多不值得了嘛 这很简单嘛 我有几个朋友套牢在那个两三百块钱 现在已经到达一百块钱左右了 他被套牢 所以做要事先的规划 不是随意听进他人 怂恿 或道德的 或者道听途说 我给你一大报告 台北市投资 顾问学会邀请我去当理事长 我不接受啊 里面有三五十位股市的名嘴 我开玩笑跟他讲 我说告诉大家 不要听你们乱讲 不要听你们乱讲啊 听你们就完蛋了 我就跟秘书长讲 我说你请我当理事长 我说我不能接受 我侯博士怎么来当你的理事长 你会搞错我 我还告诉他们 大家不要听你们的 我是很有个性的 我怎么会去当他们的理事长 不可能吧 怎么可以 我告诉他们 你不要听这些名嘴啊 你听了他们 你就完蛋了 都是要从基本面开始 如果要投资 就必须能够亲身的体认 并掌握方向 对不起 我给大家报告的 都是我亲身体认 我们多少的政府的高官 谢谢领袖 请我告诉他 投资拿来扔股票 我从来不讲 因为我又不是那个名嘴 我讲个股票告诉你 我是在害你 我告诉你投资拿来扔股票 我是在害你 为什么 什么叫红低阶啊 能低到什么程度啊 好逢高出脱 你知道你又不是神仙 你怎么知道 高到什么程度啊 不可能吧 你又不是神仙 你的口袋够不够深啊 好从六十块 一直买到四十块 怎么买啊 货不到三十块 我给大家报告 礼拜五 已经联系 已经 跌了这么多天了 我就逢低接 反正跌一块钱以下 我全部都接 那就要逢低接嘛 但是很多股票 我已经接了十几档了 我就一直买 你看 我那个是长期 中长期的投资啊 我绝对不是短期的 你跌 跌一块钱我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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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跌到什么地方 我就接到什么地方 就很简单嘛 你跌到什么地方 我就接到什么地方 我不怕你跌 你越跌越好 我就进 当然 我给大家报告 我今天要看什么 看他五年的货率率 五年的营业额 五年的配息配股 这个才是我的基础啊 我要看五年 我已经在看了 值不值得投资啊 所以应该 全盘操支在我 各位都知道吗 你们来想一下 我不投资基金的 为什么各位知道 我又不投资基金 因为 投资基金 那个操盘的时候 不是我本人 是别人在操盘 我不要别人操盘 我所有的操盘 都是我自己操 我不要别人操盘 所以我不投资基金 我也不投资期货 因为风险太大了 我给大家报告 投资期货 99%都是亏本的 只有1%在赚钱的 好 因为没有实际 出资金的人 谈论起来 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 逢低接 逢高出错 什么样的股票进 什么样的股票拖 你听他那边乱讲 这些股市名嘴都害死人的 他搞不好跟大盘 联手啊 跟你看看像唐峰 就是跟董事长联手 董事长现在不敢回国了 政府要通缉他 就是这样最好的例子 唐峰 你们来想一下 我不是三百块卖出 我五十二块就卖出了 还有我投资股票也跟大家报告 你就是三五天里面 转了十块钱 我也不要卖出 我不要卖 因为那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中长期的投资 我很有个性啊 我等在那边要佩息佩股啊 我要赚他两道 一个就是佩息佩股 一个佩息佩股除全以后 我要赚你十块钱 就很简单 我的目标已经定得很清楚了 我要等到佩息佩股以后 我一股才要涨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能急啊 你每天要观察 现在有的股票 现在我再审视一下 有年中我审视一下 很多股票是卖得太快了 怎么卖得太快 可能十五块我卖出了 现在已经涨了三十块了 也很多啊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谨慎 那我台塑四宝 我也在八十块左右就卖出了 那我现在一定要一百块以上才卖出了 因为那个环境的变化太快了 十一时比一时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参考了 但是真正投入者 去克服所遇到的各种变相与困难 你真的要投入的时候 你随时要面对它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各位都知道吗 我非常辛苦啊 每天我光是看这些资料 最少要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我要看啊 今天收盘是怎么样 四五百张股票 够你看的啦 看的真的眼花缭烂 还要评估明天要多少钱卖出 很辛苦啊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基金会一年我要捐一千万给他 我不赚钱怎么捐啊 我这个基金会不要政府补助 也不接受外面捐赠 很辛苦我跟大家报告 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所以你要面对这样的困难啊 有的时候觉得 哎呀 何必这样子呢 每天去搞 四五个小时在这上面 我中间从来不看的 因为我太忙没有时间 我只有在收盘以后 尤其到了晚上 联合网报就公布资料了 我就看 那为什么要看 我要看第二天 要多少钱要卖出 有没有达到我那些标准 所以很困难我跟大家报告 变数很大 随时都会变 好 现在跟大家讲一些实质的东西了 环境变迁的因素 我们在环境变迁中做有利的投资嘛 环境随时都在变迁 怎么变迁 第一个 原物料的供应 你看 现在很多大众物质 铜啊 黄金啊 变动都这么大 原物料很重要啊 像我们太平洋电线电缆 是可以说是 过去电来业里面的龙铜 他有一个赚钱 就是看你的铜的价格 最近我跟几个公司在谈 哇 我说投资这个 投资期货 如果这样投资的话 几秒钟都要去投资 几秒钟你就要说 又买进又卖出啊 那真的不值得 我很不客气跟这些人讲 那根本就是在做投资嘛 投资嘛 那我几秒钟 几分钟 你就要买进卖出 那根本不是做中长期嘛 那什么意义没意义嘛 但是 环境变迁的很快 尤其原物料的供应 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铜 对一个电线电缆公司 他赚赚钱就是在你 那他是作为一种避险的工具啊 封地我接嘛 我放在那边嘛 他封锅也不会卖出啊 他卖什么 他自己要用啊 他只有封地接啊 另外 另外灾害的应变 风灾水灾各种的灾烂 当然会影响啊 怎么不影响 有的国家里面 大的水灾 大的风灾 他缺货啊 日本的商社很厉害啊 我给大家报告 日本的商社啊 他在当地啊 玩红你想想看 他比你政府还要厉害 他有第一手资料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买进 什么时候该卖出 他一个贸易公司这么厉害 我跟大家报告 那他就在灾烂的时候 我们不能讲他发灾烂财啊 但是他很了解啊 你灾烂的时候就缺货啊 应该进什么样的货 另外 经济的景气 你经济景气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形 经济衰退的时候 又是什么样的情形 所以台湾签的ACFA以后啊 太重要 我跟大家报告 当年香港啊 归还给英国人的时候 英国人说台湾 香港一定完蛋 没有前途啦 我今天早上看电视 香港的 航运货柜 码头 是已经到了全世界第一了 全世界已经第一了 香港已经变成一个驱流了 比美国英国欧洲都强啊 所以大陆很简单 我开放观光客进来 让你探紧有什么不好 各位香港现在烦人都多厉害 你要开放市场嘛 我给大家一个报告一下 大陆的观光客 现在到全世界去 你英国旅行都要吃饭啊 都要请他吃饭 大陆的观光客 现在到全世界去旅游 你英国的旅王都要请吃饭 你说我们台湾 你不要来喔 每年给你订多少个名额 真的讨论有钱 真的讨论有钱 这种叫官僚你懂我意思 给你钱你还不要赚 自由行什么开放五百 还要一个人十万块钱 有这件事啊 人家要花钱你说 不行喔 我要审核审核 现在还有什么匪谍啊 要匪什么谍啊 所以我们政府这些官员 老板现在管你什么党什么派 让我生活过好一点嘛 我就支持谁啊 讲到你现实的话 这个也限制 那个也限制 现在大陆北京上海 每个月台湾听我演讲 他们真的啊 每一次付我十万块钱 你以为大陆是傻瓜吗 人家是遗尊就教耶 来台湾听洪博士的演讲耶 你以为人家是傻瓜 听一次不好下次不会再来了 我没讲 对不对没有意义啊 好几次我们政府来阻拦他 移民署说 当然他是七天八天的流行程嘛 那可能安排一天来听洪博士的演讲 各位都知道吗 你今天听这个演讲 不是没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人家大陆上付我一场十万块 我到企业界演讲 我还可以去演讲 一场也是十万块 只是我们做公益啊 免费啊 因为洪博士的演讲不值钱啊 非常值钱耶 你不要搞错啊 为什么大陆上愿意来 因为大陆上的大企业 它有的是钱 它给你并购 可以并购 理想可以并购 IBM的小青灯 吉利汽车可以并购 Vovo啊 吉利汽车并购Vovo 我给你买下来 但是大陆的重要企业很辛苦啊 就像我们台湾的重要企业 二三十年以前 也不会讲流利的英文 提个包包 全世界跑天下 全世界跑 大陆上现在重要企业面临这个问题啊 他愿意来台湾取经 来听洪博士的演讲 因为我历经的这个历程嘛 我这个三十几年里面 我辅导过几千家的中小企业 除了我本身在大企业 十个大企业里面工作过 人家问什么愿意来 尤其那个双向沟通啊 两个小时耶 你有两把刷子 早就把你问倒了 这不是吹牛啊 吹什么牛啊 没有牛皮可以吹的 没有什么理论性可以讲的 都是实战 实战 实战经验 洪博士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跟学校的教授不一样 我是实战经验 我有三百多个奖提 第一本书叫《七月一世红会》 马上就要出版了 马上就要出版 各位可以看看那个内容将来 决定每一项都值得你们看 那叫现身说法 我马上要出五十本书 那都是实战经验跟大家报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都是跟警戏有关系 这都是跟警戏有关系 有关系 我可以有关系 这就是跟警戏有关系 对 我可以看到 这就是有关系